斗六有一名消息男子 因为误信了诈骗集团 台股轻松获利的投资假讯息 约定要交付现金新台币30万 给投资专员 人都到了咖啡店准备要交款时 却仍然不知自己遇到了诈骗集团 所幸受骗之前 埋伏警方上前逮人 斗六警方发现诈骗集团 手段现在推陈出新 投资型诈欺案件已经跃居第一 而且假投资诈欺车手 很爱约在咖啡厅超商面交 已经连续查获了三名 诈骑车手的案件 咖啡厅人身鼎沸 角落这两个人远景高度关注 因为其中一个是诈骑车手 车手还想狡辩 但包包李刚收到热腾腾的现金 就是证据 抖六一名消息男子 因路性诈骗集团 台股轻松获利的投资假讯息 约定要交付现金30万 给投资专员 人都到咖啡厅交款 还不知道自己遇到诈骗集团 诚信被害人更惨 误信网路投资 股票诈数 以陆续汇款及交付千万元 给诈骗集团 对方实随之位 还要拿加码一百万 约在超商交付投资款项 幸亏被害人私所扣 选择向警方报案 网信女子也是机灵 被骗80万后 洋装还要投资230万 警方一样等在超商抓人 近来投资型诈漆 遭诈件数与单笔受骗金额 都要居第一名 诈骗集团手段推陈出信 而且假投资诈骗车手 挨约在咖啡厅超商面交 逗留警方已经连续查获 三名诈漆车手案件 提醒民众保持警觉 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记者国正义原理报道